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媒体6月25日报道 俄罗斯核研究大学莫斯科物理工程学院的激光与等离子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与来自德国和捷克的同事一起提出了产生超强准静态电场的新方法 可以在激光等离子体中对离子进行加速 对于医学具有重大意义 报道称 治疗癌症疾病主要有三种方法 外科手术 化疗和放射治疗 后者是电离辐射作用 它不仅可以杀死肿瘤 但是也会对周围健康的组织 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而这也限制了放射治疗中使用伽马射线数的功率 相较而言 质子治疗由于质量相对较大 质子仅在组织中受到较小的横向散射 并且它们射程长度范围非常小 因此 质子数可以非常准确地聚焦在肿瘤上 而不损伤周围的健康组织 但是 为了获得质子数需要带电粒子加速器 世界上许多大学正在研究生承超高速带电粒子数的替代方法 其中之一便是基于使用激光加速器 莫斯科武理工程学院科学家研发的理论 可以帮助开发新的激光加速法 我们在研究中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预测 并利用数值模拟充分显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 作用在带电粒子上的辐射摩擦力发射出 变磁波 它可以促进加速 这项工作的成果 对于医学具有重大意义 特别是质子治疗 它是一种治疗肿瘤疾病的先进方法 这篇科学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报告》上 前海精准生物表示 即使有俄罗斯专家提出的新方法 但质子治疗要大规模的推广开来 上需时日 如今除了手术 化疗 放疗这三种方法外 第四种 免疫治疗癌症作为近几年研究热门 在治疗血癌 淋巴癌等方面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免疫治疗的未来 令人期待 第四种 故事发表 蔡 来人再来 crise 变化